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回事呢 到底是哪里不如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呢 思来想去他认为情报工作的失误是最关键的原因 那知错就要猛 这会儿已经是惊弓之鸟的蒋介石 还敢信任谁呢 他根本就没得选 只能只敢也只想把整个特务系统 叫到自己的亲生儿子蒋经国手 可问题是这个活儿不是那么简单的活儿啊 蒋经国能拿得下来吗 先跟您简单介绍一下 当时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情况是这样子 摆在蒋经国面前呢 有三股势力 第一股是台湾原先最大的情报单位 由彭梦基把持的保安司令部 第二个呢 是从大陆过去的 由陈果夫陈利夫兄弟俩创建的 以中统为班底的内政部调查局 第三个呢 就是由戴利创建的 以军统为班底 实现由毛人凤掌门的保密局 在这三股特务势力当中 前两股还好说吧 蒋经国一上台 资历最浅的彭梦基 马上就摆出衣服 是实务的态度 向蒋经国靠拢 表忠心 二臣兄弟把持的内政部调查局 也不用说呀 蒋经国小蒋面子可以不给 但是他老爸老蒋面子得给呀 所以也没有过度的为难蒋经国 那么最后 就只剩下当时实力 最为庞大人员最多的保密局了 而且很显然 掌门人毛人凤 并不打算低头扶手就舔鞋 为什么这么说呢 您瞧他在蒋经国上台之后 干的事就知道了 那是在蒋经国上台 才刚两个月的时候 台湾岛内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说是国民党当局 破获了中共台湾省工委会 在台湾大学法学院基隆中学等处的分部 不少负责人被捕 当时蒋经国就敦促啊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赶紧追查下去 毛人凤当时心想 这还有你命令 这本来就是我的活 所以当毛人凤全力侦办完这个案件之后 他并没有把这个审结报告 承送到蒋经国那儿 也就是压根就没拿蒋经国当领导 您要问了 那他是像往常一样 直接上幕给蒋介石了吗 也没有 这个毛人凤啊 竟然拐了一个大弯 把这个报告承送给了这位 陈诚 当时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 蒋介石的嫡系心腹 由于他的言行举止跟蒋介石很像 所以素有小蒋介石之称 蒋介石曾经评价他 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休 这个辞休指就是陈诚 那毛人凤把报告递给他是为什么呢 显然是有着自己的小九九的 怎么说呢 毛人凤心里边一直都不服气 自己对蒋介石是卖血卖力 好不容易干到今天 你说让你儿子出山就出山 那我这么多年不是白干了吗 你应该交给我呀 意思就是说 所以他就想通过这种方式 越级递交报告 来表达自己想换主子 要报岛内地位 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 陈诚的大腿 那对抗蒋介石是不敢说的 可是借着陈诚的事 对抗对抗小蒋 蒋经国那还是绰绰有余的 当然这是他个人的想法 那么毛人凤的小九九得成了没有呢 很可惜 用一句偷鸡不成十把米是再合适不过了 在接到毛人凤的报告之后 陈诚想都没想立即批复 要同时成于总统 也就是蒋介石 请求复合 您瞧瞧 大腿没抱上就算了 还让人看了笑话 连着整个军统上下都跟着丢了回人 得毛人凤和蒋经国暗暗较劲的第一回合 蒋经国还没出手呢 毛人凤就输了 输在哪呢 毛人凤也不是没反思 这个事儿让他突然顿悟 这蒋经国不管身居何之 不管有无实权 毕竟是太子啊 不能明面上对着干 嘿 我的天哪 你这才明白过来呀 真是替这个毛憨憨着急呀 明白过来以后 毛人凤瞬间就学乖了 把自己的底线设置成为 听你蒋经国的可以 但我的人 我的地盘你不能动 那么这个底线 蒋经国知道吗 显然是并不知道 或者说知道了也不在乎 不然也就不会出现 接下来您要听到的局面 什么局面呢 就在毛人凤学乖后 不到三个月 震惊整个台湾岛的 吴石案爆发 这吴石时任国民党 国防部的参谋次长 中将军衔 可是实际上呢 他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而且是举足轻重 分量非常重的将军级别的 红色特工 1950年的3月1号 因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 蔡孝乾叛变 吴石身份暴露 被捕入狱 这个案件可以说在台湾岛内 掀起了一场十级大地震 把蒋介石给吓得 已经下野一年多的他 当即宣布复职 复职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蒋经国出任 国防总政治部主任 兼总统府 机要室资料组主任 您别看这个头衔 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重要 关不大吧 权力可不小 这实际上就是让蒋经国 来控制全台湾所有的情报机构 如果说之前是让蒋经国出面管理这些特务势力 那么现在就是要这些头头们直接把人和地盘都交出来 让蒋经国打造完全属于自己的特务帝国了 那么蒋经国这边呢 当然不让了 上任之后的第一项人事部署 就是要把原来分属于中统和军统的一些人员进行调换 蒋经国这么做的目的也非常明显了 他当然知道中统和军统一直以来都不对付呀 两个派系是精卫分明互不采现 这也是当年他老爸老蒋啊 有意安排的局面 让两派呢是相互竞争牵制 他好掌控嘛 可是现在呢 蒋经国想要掌握实权 就必须打破这个框架 不过你可别忘了啊 毛人凤的底线是什么呀 不能动我的人和地盘 蒋经国这一上来就把手伸进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被打破底线的毛人凤又将如何应对呢 下结束 关系公开破裂 两人将如何继续斗法 蒋经国最终能否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特务帝国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上结说到面对蒋经国的强势出山 毛人凤如何奈何 只希望守好自己的地盘而已 可是由于蒋介石的刻意扶持 蒋经国已经是把手伸进了毛人凤的地盘了 两个人即将展开第二回合的较量 那么这一次毛人凤又将如何应对呢 咱们再看当时 当蒋经国把中统和军统的人叫得一块 正式提出两派互换人员的具体方案的时候 那个场面那真是死一般的寂静 有人说话了 说情报工作是一个很专业的工作 外行人是领导不了的 估计你也猜到了 说这话的不是别人 正式毛人凤 毛人凤这句话像一块大石头 直接砸到了会议场上 这会儿是更没有人敢接话了 就连蒋经国也只是牵牵嘴角 勉强挤出了一个微笑 然后直接离开了会场 在蒋经国看来 这无异于是公开向他宣战 我就是不服你 你能把我怎么递吧 如果说第一回合的较量还在台面之下 那么眼下这第二回合就已经搬到台面上来了 那么面对毛人凤的公然呛声 蒋经国是如何回应的呢 他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啊 当时离开会场的他心里就已经拿定主意了 很快他就秘密会见了一个人 两个人一见面 蒋经国没有一句废话 开门见山 你是听毛人凤的还是听我的 只见这个人是毫不犹豫 干脆利索的回答道 我当然是听您的了 这个人是谁呢 时任保密局主任秘书兼二处处长的叶祥之 说的直白点 这个人就是保密局的三把手 称得上是毛人凤的左膀右臂 这要说的更直白一点呢 其实论业务能力 叶祥之不比毛人凤差呀 甚至有人说谈特务工作 叶祥之是代理之后第一人 可是这样一个人 在保密局里边 竟然始终屈居第三位 您想想看 他对毛人凤能没有怨气吗 您再想想 带着这份怨气的他 碰上想打掉毛人凤势力的蒋经国 那简直是瞌睡碰上枕头 正合适啊 不过您可别忘了 毛人凤是干什么的 叶祥之投靠蒋经国这件事情 能够瞒得过他吗 两个人基本上是前脚刚碰上 毛人凤后脚就得到了消息 好你个叶祥之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那么怎么收拾呢 毛人凤还没想好 可就在他正想着的时候 又发生了一件 让他措手不及的事 前头咱们不是提到 军统破获了台湾省工委案吗 当时毛人凤还准备拿这份功劳 去抱陈城的大腿 是不是 其实这个案子是叶祥之破的 这会儿该论功行赏了 蒋介石就让相关部门 给叶祥之颁发奖状 奖状送到保密局的时候 刚巧叶祥之不在 所以奖状呢 大家会都看见了 不仅看见了 还看出不对劲的地方 怎么呢 叶祥之当时的职务是副主任秘书 可是奖状上却明明白白写着 保密局副局长叶祥之 这副局长三个仔 让大伙开始认定 蒋介石这是要提拔叶祥之为副局长了 看来叶祥之取毛人凤而代之 这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那么事实上老蒋有这个意思吗 并没有 说来可笑 这真的就是一个比喻啊 可是看到奖状的毛人凤 哪心急如焚呢 哪里还顾得上品 细品细细品呢 赶紧把收拾叶祥之的事情 提上了一时日程 可是要扮叶祥之 你得有个由头吧 不能直接把人耗下来吧 要说这事也巧了 毛人凤正愁没有由头 由头送上门来 说是叶祥之手下 有一个海上行动队 队长呢叫做江胜三 当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 保密局给了江胜三发了一批金条 让他在韩国设立一个 针对大陆的情报站 结果谁知道江胜三呢 把金条给私吞了 您瞧这老蒋手底下都是什么人呢 他能不失败吗 话说回来 私吞金条的江胜三 害怕事情暴露 就让自己的副队长 拿了一些金条 去孝敬上司叶祥之 可是谁知道这个宋金条的副队长 心里边就不平衡了 哦 你们都拿大头 让我拿小头 这不公平 这个江胜三 这个时候心里呢 一心想搞定上司 你一个副队长 有你的就不错了 是不是 你还嫌少 就是理 那么这个副队长呢 眼看着江胜三呢 不可能再多分给自己了 一气之下 把这事啊 捅给毛仁凤了 毛仁凤一听 那叫一个兴奋的 赶紧的 给我把江胜三给我抓来 我要亲自审问 非要这个江胜三亲口承认 叶祥之也参与到其中不可 结果毛仁凤是万万没想到 江胜三嘴还挺硬 讲一切 是死都不肯供出叶祥之来 这可把毛仁凤给气坏了 那只能成全了江胜三啊 把他毙了 人是毙了 可是气没消啊 好不容易抓到的把柄 难道就这样算了吗 不行 越想越憋屈的毛仁凤 赶紧又整理了一份 关于保密局二处处长 叶祥之贪污的材料 亲自递到了蒋介石的面前 按说 毛仁凤大意灭亲 亲自来揭露下属的贪腐罪行 应该遭到表扬才是啊 当然遭到表扬 语法上是不对的 但是现在流行这么用啊 他应该遭到表扬 可是蒋介石没当回事 不仅不说处罚叶祥之的事 还随便两句话 就把毛仁凤给打发走了 这一下毛仁凤慌了 看样子叶祥之投靠了蒋经国 蒋介石是不会动他了 如此一来 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啊 那我还能怎么办呢 气急败坏的毛仁凤 决定来瞒党 直接把人拿下 加法处置 你看别说 那个叶祥之啊 挺机灵 他一早就发现自己处境不妙 干脆就躲进了蒋经国的 八胜园别墅里了 这八胜园别墅是蒋介石 特批给蒋经国的 不光是蒋经国生活吃住的地方 还是以蒋经国为首的 国民党情报机构所在地 那么这么个地方 给毛仁凤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冲进去抓人 不过毛仁凤 当然不是吃素的 他派人死死盯着这个八胜园 你叶祥之还能一辈子 当缩头乌龟不出来吗 只要你敢露头 立马给你逮走 毛仁凤这个架势 蒋经国 怎么可能听之认之呢 赶紧跑到自己老爸面前 替叶祥之说好话 一来二去的 在蒋经国的保举之下 蒋介石不仅免除了叶祥之所有的罪名 还直接命令毛仁凤 把你的人给撤了 不准再追究了 你说毛仁凤这个哑巴窥吃的 这跟蒋经国较劲的第二个回合 损失了一员大将不说 还让原本铁板一块的保密局 开始松动了起来 又输了 第二次败下阵来的毛仁凤 开始痛定思痛 是痛和如灾 看来一位跟蒋介石 跟蒋经国吧 跟小蒋 蒋经国较劲 蒋经国背后又占着他老爸蒋介石 对不对 自己的赢面不大 那么眼下最重要的应该是增加自己的筹码 让自己在蒋公那里无可替代才行 想到这 毛仁凤这回是总算真正的回过神来了 对呀 只要我在蒋公那里无可替代 那就算是有十个蒋经国又能奈我何 那么关键问题来了 怎样才能够在蒋公那里显得无可替代呢 此来想去毛仁凤有了一个主意 我呀 我投其所好 什么意思呢 毛仁凤当然知道蒋介石对于败退台湾是心有不甘 他趁机提出啊 要利用潜伏在大陆的特务武装制造暴动 然后趁机反攻大陆 哎呦 这个建议啊 真真是说到老蒋的心份里去了 同意去办 马上就去 可是这个事儿 说说容易啊 哪里是说办就能办的呢 毛仁凤牛皮吹得这么大 办成了没有呢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啊 必须没有 当然没有啊 一定没有 命令 他是下了命令的 真下了命令 可是那些潜伏在大陆的国民党特务 根本就没有机会下手啊 这下好了 不仅没有增加自己的政治筹码 还让老蒋啊 对自己更加失望了 更让毛仁凤坠坠不安的是 老蒋在失望之际找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可以说比蒋经国对他的威胁还要大 谁 时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的郑介民 其实啊 最早戴笠出世之后呢 接手军统的人就是郑介民 可是郑介民这个局长的宝座还没做热乎呢 就被毛仁凤给算计得多了全 所以这两个人不用说死对头 那么蒋介石找他来干什么呢 跟您说 还真就是对毛仁凤太失望了 他让郑介民呢 来代替毛仁凤 主持针对大陆方面的情报工作 兼任大陆工作处处长 您说 这会儿毛仁凤是个什么心情啊 一个蒋经国已经够他头大的了 这又来了个郑介民 等等 这两个人该不会联手吧 这个时候毛仁凤可真是如坐针毡呢 难道这就要坐以待毙了吗 不行 还得想办法 可是都到了这一步了 毛仁凤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下节接着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毛仁凤将如何应对接下来的局面 在蒋经国和毛仁凤这场较量中 谁将成为最终的赢家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一个蒋经国没有扳倒 这又来了一个郑介民 这个时候的毛仁凤可真是一个头两个大 而且他最担心的事情就是 这两个人万一要联手的话 没有万一啊 这两个人瞬间就联手了 毛仁凤和郑介民之间的矛盾 人尽皆知 蒋经国怎么可能不利用这样的机会呢 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啊 这朋友我蒋经国是交定了 这个局面让毛仁凤是彻底是傻了眼儿了 两个对头联手 老大蒋经时又对自己失望 陈诚的大腿也抱不上 横竖感觉自己啊 那都是秋后的蚂蚱 蹦跌不了两天了 人常说绝处能够逢生啊 没有退路的毛仁凤这会儿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或许能够帮帮自己 谁呢 说起来大明灵 蒋经时的夫人宋美龄 对民国历史稍有了解的观众或许知道宋美龄和继子蒋经国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 早在1948年8月 蒋经时为了挽救崩溃的经济局面 曾让蒋经国以经济督导员的名义赶赴上海整顿经济 那个时候的蒋经国雄心万丈 很快就揪出了孔湘西的儿子孔令坎 那么这个孔湘西什么人呢 宋美龄的亲姐夫 这事他能不管吗 孔令坎他表兄弟啊 是不是 赶紧出面立押 事情的最终不了了之 这可就导致了宋美龄和蒋经国之间出现了局语了 毛仁凤对这事儿门清 所以这会儿呢 毛仁凤就希望能够借宋美龄的权势来庇护自己 哎 这招不得不说表面上看起来是真的高啊 而且也确如他所愿 宋美龄呢 确实也替他开了口 什么中统军统呼唤人员 改革情报系统等等方案统统暂缓 毛仁凤总算是能够传口签了 那么你要问 这个目的不已经达到了吗 为什么说是表面上的高招呢 我跟你说啊 毛仁凤这是给 再给自己埋雷呢 他只知道 但凡苏美龄开了口 蒋介石都会给面子 但是他并不知道 蒋介石对苏美龄干政这件事情 非常介意 在这件事情上 他叫蒋介意 而且他同意暂缓改革情报系统呢 也不光是为了给苏美龄一个面子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考虑到 蒋介石资历上前 仓促改革可能会造成系统的混乱 欲速则不达 所以才同意的 可是这些内情 毛仁凤都不知道 这个时候的毛仁凤满心欢喜呀 认为自己高招得逞 正洋洋得意呢 而且他准备乘胜追击 想办法先打垮郑建民 给蒋经国一点颜色翘翘 你还别说 这个功夫真的是不负有心人 毛仁凤费尽心思 总算是追查到了郑建民 在担任保密局局长的时候 曾经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 而且来到台湾之后也没有收敛 利用手中的权力变本加厉的 以各种方式敛财 掌握了这些情况的毛仁凤 马不停蹄 赶紧就把证据交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看了之后气不大一处来 又把蒋经国叫了过来 证据往桌上一甩 说拿去给我彻查这个案子 这不巧了吗 这不是 蒋经国和郑建民已经联手了呀 他怎么会查自己人呢 拿到这些证据的蒋经国 原封不动的交给了郑建民 你自己看看吧 想怎么解决 这会儿的郑建民啊 来回躲着步 在房间里边费都要气炸了 顶我自己的费呀 当年就把我从局长位置上 给整下去了 现在故技重施是吧 你可不等着 毛仁凤很快 郑建民也找到了毛仁凤 手下杜长成的贪污证据 而且郑建民是万万没想到 本来查毛仁凤 只是想包袱一下 让毛仁凤收敛一点的 可是谁知道 在查杜长成贪腐案的时候 竟然还顺藤摸到了一个大瓜 一举扳倒了毛仁凤 这事要好好说说 原来这个杜长成 是毛仁凤的心腹大将 眼看着毛仁凤处境越来越艰难 为了替自己的老大排油解难 他想到了一个自认为万无一失的高招 什么呢 说出来你恐怕都难以置信 绑架太子蒋经国 哎呦我的天呐 他的计划是这样的 假意绑架蒋经国 然后再由毛仁凤出面 把人救出来 这样一方面显示蒋经国 不够资格做情报机构的负责人 毕竟他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是不是 另外一方面 也能够让老大 在蒋介石面前邀功 一举两得 一剑双雕 一尸二鸟 总之是高招当中的高招 嗯 耶 那么这招是不是真的高 能不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 咱们不得而知 毕竟杜长成还没有实施呢 这个所谓的高招 就因为贪腐案一兵暴露了 哎呀 那话是怎么说的呀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 毛仁凤能有杜长成这样的忠诚的队友 真是一个字 绝啊 接下来的事情呢 就不用换之我多说了 蒋介石很快就收到了 这起尚未实施的绑架案的相关材料 哎呦 这个气啊 他是怎么都想不明白 军统这样一个为他蒋家服务的家奴是哪来的胆子 对自己的主子 动这样的心思 涉案人员统统给我毙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 毛仁凤十分清楚 大势已去 自己是已经完全失掉了蒋介石的信任 怕是永无翻身之了 换句话来说 老蒋啊 没直接让他蹲大狱 把他撤下来 已经是念及旧情了 1954年10月 蒋经国着手改革特务系统 建立安全局 用来统筹全部情报工作 与此同时 把毛仁凤所在的保密局改成了情报局 虽然还是由毛仁凤担任局长 可是他的权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蒋经国和毛仁凤这场恩怨较量 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从那之后呢 蒋经国踏踏实实的当上了台湾五万特工人员的领导 称为了台湾当局当时的特工之王 好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 关注栏目的官方抖音号和微信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理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就可以观看往期精彩的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family